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度错失点球 最终由赫拉德莫雷诺在第89分钟攻入绝平进球 依据一战平对手 奔里克的球队遭遇对视 100年首次课场 连续7场不胜 开场之后 双方互有攻守 西班牙由曼城边峰费兰托雷斯率先完成一脚射门 瑞士泽杰连 凭借利物浦中场杀起里打门制造威胁 比赛第26分钟 场上平衡被打破 主场作战的瑞士 取得领先 恩伯洛右边路 送出船中 弗罗伊勒禁区内 迎球推射球门上脚得手 瑞士一至零西班牙 在丢球后 上半场最后20分钟时间里 西班牙 接连错失斑平良机 法比安·鲁伊斯和费兰托雷斯的打门 均未能转化为进球 上半场战罢 瑞士主场1比0 领先西班牙 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 比赛第56分钟 支持未能搬平比分的西班牙 率先做出换人调整 恩里克派上中锋莫拉塔 换下中场 法比安·鲁伊斯 继续加强进攻 结果一分钟后 斗牛市军团便获得搬平比分的良机 在一次定位球进攻中 拉莫斯投球攻门 造成里卡多·罗德里格斯手球犯规 来自苏格兰的主裁判威廉·科伦姆判罚点球 此一手发出战营来 西班牙国家队生涯第177次出场 超越不逢 成为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欧洲球员的拉莫斯主罚的点球 被索莫轻松突出 34岁的黄马队长 此前曾连续25次罚入点球的记录 就此刀终结 第73分钟 西班牙队再次换人 恩里克连换三人 科克 卡纳莱斯和阿达玛特拉奥雷三人同时替补登场 换下布斯克茨 奥尔默和奥亚萨瓦尔 比赛第79分钟 西班牙再度获得点球机会 替补登场的莫拉塔突入禁区 被埃尔维迪半岛带地 主裁判 再次指向12马点 并向犯规的瑞士中尉出示第二张黄牌 两黄变一红 将其罚下 但拉莫斯主罚的点球 毫无威胁 又一次被门星门将锁莫化解 随后10分钟 多打一人的西班牙队 展开最后的猛攻 终于在第89分钟 将比分扳平 雷吉隆左路都传禁区 赫拉德莫雷诺中路包抄强点破门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西班牙课场 一至一战平瑞时 这是西班牙队时首次遭遇连续七个课场 未尝一胜 他们上次在课场 赢球的追溯至 2019年9月 欧国联A级小组赛 五轮过后 西班牙取得二胜二评 一副击八分的成绩 以一分之差 位列小组第二 三天后 西班牙将回到主场 迎战小组投名德国队 展开小组 第一名的争夺 奔利克的球队必须取胜 才能晋级欧国联决赛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